伊朗还手了吗 自伊朗和科学家法克利扎德 遇一次身亡以来 伊朗会如何报复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据伊朗press TV 6号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宣称 他在以色列大规模军演过程中 成功地操纵一架无人机 进入了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并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 让无人机安全返回 真主党还发布了 无人机拍摄的以色列的 两处军事设施的影像资料作为证据 以色列时报确认 无人机拍摄的军事设施 确实是以色列的营地和哨所 黎巴嫩真主党是一个 什叶派穆斯林游击队组织 最初的目标是将 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上赶走 西方国家认为 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的地区盟友 受到伊朗的资金和武器支持 此前就有西方媒体分析称 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报复的选项之一 就是利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武装 这些同为什叶派的地区盟友 实施所谓的远征战略